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全澳国区设置《宠爱一生》 尽责自主面面观 宣传推广流动站 除了摊位游戏和展版之外 亦都有市政署和动物保护团体的人员在场讲解 藉着有趣的活动 加深市民自养宠物的知识 以及对相关法律业务的了解 务求做到尊重生命 爱护动物 互相关怀 有礼共融 并且自觉遵守《动物保护法》和《动物防疫法》 共同营造和谐社区 有不少市民都会考虑领养代替购买宠物 他们有什么渠道可以了解市政署的领养服务呢 本署将会在3月至12月期间 举办公20场犬猫领养分享广座 让公众了解本署的犬猫领养服务 以致身体力行支持领养 给予流浪猫救一个温暖的家 首两场广座将会在3月26日举行 内容会介绍致养猫狗的基本需求和注意事项 讲解致养宠物的相关法律知识 也会安排领养者分享经验 市民可以在现场和代领养的猫狗进行互动 而年满18岁且符合资格的市民 更可以即场登记成为动物的领养人 上述港座费用全面 小朋友需在父母的陪同之下报名参加 有兴趣的市民可以掃描途中的二维码 或者登入市政署活动报名系统报名 本署期望透过港座加深大众对猫狗 集成和治养方面的知识 在计划治养动物前做好准备 减少日后气养的情况 除了上述家宣传推广流动站 不同犬猫领养分享港座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活动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 自2021年起 本署和学校和社团合作举办专题港座 六个主题包括 动物防疫和个人卫生 生活中常见的动物疫病 动补法齐凝治 做过盡责宠物主人 小晶片大用途 认识澳门动物准召制度 以及犬猫医疗港座 借以增加学生和市民对保护动物支持领养 动物保护法和动物防疫法的认识 有兴趣的学校或社团 可以致电2833-7676进行预约 一起提升宠爱的意识 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自养动物的资讯 和相关的法例 可以浏览市政署澳门动物卫生监督网 谢谢许小姐介绍 不客气 节目时间交易作为